用于承担他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让他选择默默承受 我们初步判断是脑癌晚期 这玉宽和小裴已经婚约在身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每天暗示送点汤过来 《苦法栏目》十几迷你剧集 《爱的谎言》第五集正在播出 被告人来金犯娇生肇事罪 判过有机徒刑四年 你害死锦细就只判四年 将被告人代出法庭 我朝思夜想就判断你出来 会引一点的折磨 这里不是眼语宽家吗 不是人找错了吗 我家人都知道咱俩的事了 我得养活奶奶 我不能没有工作 请问你们那是招人吗 你有钱给你 我为什么不说呢 这种作为不好过吧 这些都是你做的 这不都是你应该得的 我想着出来以后是一种解脱 不是一种 哎呀 奶奶不见了 喂 我我我还没有找到奶奶呢 就是你呀 孙芦 就是你呀 喂喂 我听不太清楚了 我来找蓝星 奶奶 喂 你好 我是蓝星吗 我们是公安区的 是奶奶找到了吗 这是君导在河边发现的 应该是十足落水 认像十足明白了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童话 今天我们来看爱的谎言 第五集故事 之前我们认识了主人公蓝星 她呢 善良 正直 有担当 四年前呢 她辛苦送快递去赚钱 一边呢 养奶奶 因为那位袁宇宽呀 考快递是资格证 可是呢 一次车祸意外 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袁宇宽呢 肇事之后逃逸了 害怕承担责任 而拒绝自首 而蓝星呢 则坚不住内心的拷问 也不希望耽误 男友的前程 于是呢 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那就是替男朋友 严宇宽去顶罪 时间飞迟 等出狱之后呢 一切却早已是物是人非了 严宇宽移情别恋 和同事上千金好上 事业可谓是平步青云 而奶奶 因为嫉妒思念孙女 放了老年痴呆 生活呀 不能自理了 在上级里呢 我们看到 奶奶从家中意外地走失了 而严宇宽 本来已经找到奶奶 但是在这个时候 她心生歹念 她害怕 奶奶会说出真相 领导所谓的前途和前程 于是呢 她才让奶奶泡在河边 导致奶奶意外溺水身亡 奶奶意外死亡 让蓝心石悲痛不已 而严宇宽 则又背负了新的谎言 那么她 还能够掩盖真相吗 而另外一边呢 邱宇和母亲 继承江头产业 联合设计圈套 来算计秋天 让秋天中计了 一场秋势当中 内部的利益大战 即将打开序幕 她在那边 你说她动作 可真够快的 竟然主动跟你爸谈这事 不过 我听的动静 好像你爸也没说什么 你说爸也太贪污秋天了 都出这么大事了 他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吗 我是了解你的为人 可是那些个盗场的嘉宾 他并不了解 所以他这么一脑 让我们公司的微信石 大大折扣啊 这件事 我一定会追查到底的 我们要承受追击 让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 我就不信一把 我们要动摇的那一天 工地上的事安排得怎么样了 都安排好了 只要实际合适 立刻动手 梅雨秋雨 我准备走了 哥 你还好吧 爸 爸说你了 要不我帮你向爸解释解释 不用了 好 你回去帮我查一查 那些人的资金账户 怎么了 如果是受人指使的话 这我一定会交易进入 看见我们查一些重死打击 你回来 上车 随意识 我准备点 整理讯 小姐 事石 不可能 明天 骗 明天 了 抹 刘 晴希 好久没来看你了 最近一直在忙 忙工作 忙着 处理一些往事 晴希 四年前 你因为车祸失去了生命 现在那个人出来了 他只判了死亡 老天就是那么的不公平 可是他为什么 要剥夺你的心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放过海宁 我不会放过他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在这儿也能碰见 怎么了 没地方住了 打算搬到这儿是吗 也行 这也是画风水宝地 你搬在这儿 以后死了也知道埋在哪儿了 你给我过来 给我过来 看看 看看这样被你夺去生命的脸 你不是要说对不起吗 你不是要忏悔吗 你现在跪在他面前 好好忏悔 你看他能不能原谅你 是 是 是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奶奶 我对不起所有的人 我根本就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 是不是只有我死了 才能接触这场灾难 那你去死啊 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死 你现在就死在我面前 怎么了 怎么了 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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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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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